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本关西地区于当地时间金早7点58分发生规模6.1强阵,位于日本大阪市茨花区的日本环球影城也遭受影响,不仅售票亭玻璃破碎,园区内许多设施也正在进行安全检查,不少网友也在PTT日旅版回报园区内最新状况。 日本环球影城今日受到地震影响,原定上午9点开园,但迟至10点45分左右才开放游客进场,不过游客虽然进场,园区内也仅开放部分设施,许多游乐设施都在进行安全检查,无法使用。 许多在场的台湾网友回报园区内状况,纷纷指出,进来了,但是还有一堆设施关闭中,开了只是还有很多设施还没开放,好像在测试。 有网友认为后续会有余阵,即使这阵子会开放入园,但部分设施会暂停,另外也有网友指出,看App数了一下,有14项设施临时停止,要是我周四去还这样真的会哭死。 有14项设施临时停止,要是有14项设施临时停止。